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集完 实体五间总结 那地当局连环出手旧市 A股今日先跌后反弹 而港股昨日大赦 今早亦都反弹 早段一度升超过1000点 告现24592点 其后升幅收窄 中午升幅是回到805点 报24322点 而国企指数同样做好 中午升了397点 报11504点 重网南筹普遍上升 汇丰 中移动 腾讯 升超过1%至7% 港交所亦都表现强势 中午升超过9% 报222.6 而邮邦亦都升超过3% A股反弹 A股ETF亦都强势上升 按社A50 南方A50 分别升了7.4%至8.6% 而海通互心300 华夏互心300 更加大升16%和13% 大部分券商股反弹 中资券商方面 第一上海 银河升超过2成 国泰均安升1.6% 而内券股 广法升1.4% 中信证券升超过2成 海通被海峡基金沽出全数的持股 涂染68亿 伏牌之后股价反复 中午跌0.1% 铁路基建股全线反弹 中车 中交建 中国中铁 中国铁建 升11%至17% 成交互入股份方面 中国平安昨夜急坐之后 今日股价反弹超过半成 中午报90.25% 收视之后有三分钟视频 再见